要测的哪个粉底液呢 今天的粉底液主角 Fundi Beauty的 这个粉底液就是Fundi Beauty的这个粉底液 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它 粉底液就是这个 测评一下NARS新出的粉底液 NARS的亮彩19粉底液 Smashbox 是The Blum 兰蔻的粉底液 是胶兰金钻 四双唐旗下的完美一镜系列 完美日记的水凝精华粉底液 The Markle的粉底液 Armani大师造型 粉底液露霜 毛哥瓶的光感滋润 无痕粉膏 深海冒险 戴科粉底液 Hello大家好 我是殷少 在过去的两年里呢 我大概评价得有19款的粉底液 也有好用的 也有不好用的 还有很多买回来发现 根本没有评测价值 就扔到一遍的粉底液 也有很多朋友呢 私信我问 我觉得最好用的粉底液是什么 还要半个月呢 就到2020年了 一年就要过去了 都要长大一岁 有点心思 所以这次呢 本瑕疵皮 就给你们总结了一下 我2019年的 最爱用 最常用的五款粉底液 你们放心大胆的看 本期视频 没有推广 都是我真金白银 买回来的 观看提示 我推荐这五款粉底液呢 都是适合我本人用的 本人呢 是一个 太季瑕疵皮 冬天 混油偏干 夏天 混油偏油 肤色呢 在黄一白 和冷一白之间 来回的飘荡 是一个非常熟的 舒灵机 OK 结束 为了让你们更加清楚 直观的了解这款粉底液的质地 还有上妆效果呢 我分别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在手背上的质地 以及上到我这边 没有什么瑕疵 脸上的一个妆效 还有我这边 遮瑕的这么一个妆效 是不是很贴心 以下粉底液呢 排名不分前后 都是我这2019年 用过这么一轮之后 总结出来的 我最爱用的五款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 然后第一款呢 就是来自 Rekana的 Fundi Beauty的粉底液 然后我的色号是130 属于那种 我今天不知道涂什么粉底液 那就涂它好了 整保没错的那种粉底液 但是这款呢 它在秋冬呢 会有一点点偏干 需要你非常快速地把它推开 要不然它就容易在你脸上 就会有那种色块结块的那种现象 然后上脸呢 是那种雾面雅光的妆效 但它的优点跟它的缺点是一样的 就是色号太多了 所以在你选色号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试一下 去找找那种 有没有卖分装的点 然后在你接近的色号里 多试一个 130这个色号呢 就是大家看我上妆会觉得 上脸会偏黄 但是我脖子呢 是黄色的 我基本上就是为了 统一我整体的色号 所以呢 我粉底液呢 会选的稍微的偏黄一点 其次呢 是它的遮瑕度 它这个遮瑕度呢 不是我今天推荐的五款粉底液 里遮瑕度最高的 但它的持久度呢 是相当的不错 它的遮瑕度呢 是我们这种重度瑕疵皮 需要二次迪加一些 其他的遮瑕产品 才可以完成一个整个妆面的 但对于一些雀斑啊毛孔来说呢 完全的够用了 第一个说它呢 也是因为它是这五支里面 综合评分 我最爱用的 也最常用的一款 就是平均分比较高 平均分 然后第二款呢 是Tarty之前推荐的 我评测也觉得非常OK的 Smashbox 我知道我的发印有问题 反正你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啊 这款属于瑕疵皮们 着急出门必备 就比如说你突然有什么一个约会 需要你化妆的话 选它就好了 它的遮瑕度真的非常高 可以达到90%的遮瑕度 无需迪加其他的遮瑕产品 优点就是上妆速度快 遮瑕度高 持久度也非常OK 但它的缺点呢 也非常明显 就是它遮毛孔的效果 是真的不行 如果你不用那种 韩规的妆纤乳 去平补你的毛孔的话 那这款粉底也真的就是 你有多少个毛孔 它就给你显出多少个毛孔 就让你的毛孔发扬光大 更加的明显 还有就是这款粉底也 干的速度非常之快 比粉底比喻地还快 所以你上妆的时候 手速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快 它也是那种上妆之后 是雾面雅光的效果 非常非常雾面 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妆感呢 会稍微的重一点 总结下来就是 你着急出门 就想遮好瑕的话 首选就是它 首选就是它 第三款呢 是毛哥平的光感滋润 无痕粉高深海冒险系列 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这个深海冒险系列 跟那个普通版的 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两款我都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用这个深海冒险系列 的使用感受 就比普通那版要好一点 然后这款属于什么 这款就属于 你跟姐妹 有什么泳池趴 海滩趴 要去海岛度假的时候 就一定要备这么一块 因为它的防水效果 是真的好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评测 就属于那种 浴水都不会化的那种妆效 而且它的妆效非常非常的自然 它在你脸上呢 就是那种非常仿生的皮肤 不是那种让你脸 显得很油的那种妆效 是那种非常非常自然 就是在你的脸 出一点点油之后 的那种非常自然的光感 仿佛你的第二层皮肤那样 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是那种喜欢哑光妆效的人呢 那这款粉底膏呢 就不是很适合你 因为它上完妆之后 那种自然的光感 你再用粉粉之类的 去把它盖住的话 那就不会很好看了 它的定妆方法呢 我个人推荐就是 上完之后 用定妆喷雾就可以了 对于它的遮瑕度呢 我给到三分 而且还有一点啊 如果你更要在北方地区的话 冬天用它呢 会比较痛苦 因为我没有买它 那个粉膏伴侣嘛 它在冬天的质地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干 每次上妆之前呢 我必须就是 要么就对着 空间暖风吹一下 就是要不然就是用 吹风机把它吹热一下 它才能有那种 比较好的质地 而且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们家的 这个粉膏的上妆方式呢 只适用于 他们家这个配套的 三角皮质的海绵 我试过用其他的海绵 去使用这个粉膏 效果真的不行 只能搭配 他们家这个皮质海绵 然后他们家这个皮质海绵呢 就是属于洗不干净那种 据说是用洗地零 洗澡一洗干净 嗯 它的吃妆效果呢 也是OK的 属于那种 一整天下来 越夜越美丽的类型 第四个是这个 我老是念不清 说这个名字 就管它叫CT的吧 不然就是这个CT的 青鹰无痕粉膏 这是那个新版的 这个真是我一个鸡爱又恨的粉膏 因为我买错色号了 导致呢 它现在只能跟其他粉膏 混合使用 或者是当提亮 嗯 它的使用感受呢 跟Fenty Beauty差不多 我今天的脸上的妆呢 就是把它们两个混合一点 因为这个有点黄 这个有点白 然后就把它们两个 结合了一下 就是我今天脸上的 这个妆效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白 但是我觉得 嗯 还可以哈 还可以 还可以 还有一点呢 给大家提个醒 如果你去实体店失色的话呢 不要相信贵哥的嘴 那都是骗人的鬼 他们总会说 哎呀 你皮肤白 你就买一号色就可以了 呸 不要听他们的 自己试 试的部位在这里 在你的下颌骨和脖子交接处 是这里 这里的色号OK了 那就是整脸都是OK的 不要听贵哥的哈 也不要听什么贵姐的 用你的眼睛去看 用你的眼睛去看 现在撇开色号问题啊 我们来说一下 这款Fenty的其他优缺点 它的遮瑕度呢 是OK的 能够遮到80%的瑕疵 毛孔啊 去半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持久度呢 也是非常的OK 刚上脸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假面感 但是随着你脸不出油之后呢 它的妆效呢 会越来越好看 这么快就到了最后一位选手 当当当当 看这个小盒子 熟悉吗 这个已经快空盒了 所谓的铁皮 一个粉底膏 我能用到铁皮 可见我是多么的喜欢它 这款选手呢 就是戴科的粉膏 虽然它是一个网年的选手 但是呢 我还是把它拎出来 放到我的2019年的 年终粉底液总结里面 因为它真的很长一段时间 是我的挚爱 因为它现在已经空盒了 我在考虑要不要 去第二块 但是望着我那堆粉底液的衫啊 我真觉得 没必要 真没必要 我是有多少张脸呢 先把那堆用完再说吧 这个粉膏的测评呢 很多人都被我安理到了 然后逢人问我 推荐遮瑕度高的粉膏的话 我首选都是推 戴科的粉底膏 我至今也是说 戴科的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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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遮瑕度 真的没得说 一点点就可以遮很大一片 而且遮得非常好 但是本身呢 它有一些缺点 它的质地呢 就属于那种油润油润的感觉 比较适合干皮啊 或者是混油皮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呢 用这款呢 真的很可能 就是在你脸上出油之后 就变成一个大油甜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呢 对上妆工具是非常挑的 我买的时候呢 配套的买了一个这个海绵 我就怕以防卫衣嘛 没想到这个以防卫衣 被我防到了 这个是我买的第二块海绵 它的前辈呢 在我有一次不小心上妆的时候 跟着垃圾一起丢掉了 我想着啊 它就一块海绵 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 我用其他的三角海绵代替就可以了 发现不行 真的不行 用其他三角海绵代替呢 不知道它是不是那个 海绵的密度不对啊 上妆的感觉 真的用它这种原装配的 就是不一样 所以说还是得什么锅 配什么盖 粉底缸呢 就得专棉专用 如果想遮瑕 遮到完美的话 用它就对了 尤其你比如说一些什么 舞台妆 COS妆 这种需要你脸部 无瑕的状态的话 选它真的没有错 嗯 OK 我2019年最常用 最爱用的五款粉底也 就讲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这个视频呢 有帮助到你们 让你们更加清楚 明白的了解 这些粉底的优缺点 帮助你们做一个 最好的选择 我们下四皮都是一家人嘛 所以我能帮助你们呢 就帮助你们一点点 对不对呢 嗯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用的话呢 欢迎点一个一键 三连 然后再点一个 右上角的关注 如果想看什么内容呢 也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留言 我看到的话呢 都会尽量的回复大家好吗